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还有很多健康的小常识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菜是快手菜 新手菜 还是家常菜 还是什么菜 是一道非常适合新手来做的新手菜 很简单 但是很好吃 叫什么名字 叫做番茄虾 番茄虾 那岂不是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口感 对 还适合在夏天吃 酸甜口味 如果你的食欲不振的话 吃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番茄虾 一起来看一下这道菜所需要的原材料 番茄虾 原料有 名虾 秋葵 大葱 姜蒜 调料有 番茄沙丝 料酒 生抽 白糖 盐 今天的番茄虾里呢 没有新鲜的番茄 我们看到的是番茄沙丝 对 番茄酱 刚才我看到你的那个调料 其实番茄呢 它可以和肉类炖在一块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教过大家有一道番茄牛腩汤 那个肯定很好吃 对 而且呢 我还在这个餐馆吃过这样的一道菜叫番茄龙丽鱼 哦 龙丽鱼没有骨头 对 然后呢就用番茄去煮它 特别好吃 其实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不会都是点那种番茄锅 所以呢 番茄锅比如说涮鲜海鲜 它其实也挺美味的 但是今天用番茄和虾放的一块 我这是第一次吃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也是一个好朋友他做的 我觉得不错 然后就跟他学了这个妙招 嗯 番茄虾 对 但是这边呢 我看到了已经有超熟的秋葵 对 因为最近秋葵比较新鲜嘛 所以用一些秋葵来垫底也是荤素搭配 而且秋葵里面营养非常丰富 是 虾 主料就是这个明虾了 对 营养也非常丰富 对 就前一阵它可能挺贵的 但是现在我们去超市看 它现在已经价钱完全降下来 很便宜 但是九节虾好贵 比较还好吃啊 但是做这个菜 九节虾还做得不好吃呢 只能用明虾来做 九节虾我就比较适合白灼啦 沾点那个酱料就好了 这个算做这种煎炸的这种虾的话 还是用明虾最好 好 秋葵呢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也是在锅里面放点油 放点盐 然后呢 直接把它汆烫成熟 泡在冰水当中 直接围个边 等会儿那炒熟的这个虾 就直接放在这个里边 对 雷起来 对 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这个清爽的菜肴 嗯 是的 然后这个明虾呢 我刚刚是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虾腔 虾嘴巴跟虾腺都已经剪掉了 这样吃起来更方便一些也更漂亮 你是已经 从里边已经把它这个 把这个虾腺给剪掉了 以前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用牙签插进去 然后挑出来 那个虾腺就会出来 其实挑不干净的 挑不全部干净对吧 对 而且呢 我给大家讲 一种的吃虾的这种小窍门 你可以试一下 嗯 如果呢在家里要吃虾的话呢 你把这个虾呢白啄完了以后 用牙签 牙签 对 固定好 然后呢直接 刷 一刺 就是把它滑一下 滑完了之后呢 这个壳也就掉了 从哪要插进去吗 不用不用 就是这样的 横的牙签这样插过来 就是滑 两根牙签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这个壳 然后一包就好了 这么妙 对 这是一个吃虾的一个小方法 大家可以呢去试一下 回头试试 那现在我们这个料都已经备好了 备好了 嗯 葱 姜 蒜 全部切完 没错 那接下来就可以炒了 对 有锅里面加点油就可以了 行 我们现在把火打开 热上锅 嗯 往里加油 往里加油 既然是一道新手菜 它应该是非常快速的完成 快速又简单 就是新手也不怕做杂了 然后油温不要太高 我们呢可以先把刚才切好的这个 大葱啊 姜啊 蒜啊 可以先放到锅里头边香一下 那你还别说啊 炒虾的时候呢 一定记着就是要放那种的大葱 不要放小葱 放小葱它很容易就炒软出水了 但是放大葱呢 它这个久炒的时候呢 它那个香气的更浓 是 好 土料已经香了 对 然后呢可以把虾 我之前都已经很认真的 每一只都用厨房用纸给它吸过水 因为如果有水分的话 就会溅出来 而且你很贴心的就是把这个虾嘴的部分 那只尖利的部分全都剪掉了 对 这样的小朋友吃也没问题 是 稍微开大一张火 对 虾呢也很容易就成熟了 对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调味料 都可以一起放下锅了 药酒 沿着锅边来一下 好 好 还有生抽 生抽 谢谢 嗯 如果我不喜欢放盐的话 这时候生抽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对 我其实很喜欢吃炒干 因为我觉得更有味 对 然后盐巴也可以来一点 炒亮 还有糖 炒在旁边 看鲜 对 然后迅速地给它炒一下 给它说要加水吗 要 马上就要加水 加水去给它焖制一下 对 番茄沙丝你不用先炒的 嗯 现在也可以加进来了 番茄沙丝 番茄沙丝的量 给我来个三勺吧 放锅边也顺便让油给它爆香一下 有些人啊 这个炒番茄沙丝的这种菜肴的时候 它一定是 先炒一下 先炒 对 但是呢如果这种火力太大的话 那个番茄沙丝很容易就 对 固在一块 是 因为虾本来也很容易熟的嘛 所以比较那个要控制火候一点 给它来点汁 来一点点的水不要太多 而且其实番茄沙丝里边 它里边就有那个淀粉的成分在里边 对 所以呢我们在收汁的过程当中 只要看到每一个虾上面 熏鸣地挂上这种番茄汁 其实这道菜呢就已经好了 对 酸酸甜甜 很开胃 对 适合热天的时候来吃 稍微给你的煮时间长一点 你看那真的就是你说的 九节虾如果你煮时间长 它那个肉质呢就不那么鲜甜了 没错 但是明虾你可以呢多煮一会儿 它依然不影响口感 嗯 现在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再来一会儿 再翻炒一下 划一下这个汁啊 对 哇 这颜色就漂亮多了 对 好 让它入味 做完味了之后呢 我们这道菜呢 就已经可以进行装盘了吧 对 已经不需要再放什么条件了 已经都OK了 所以很快吧 对不对 如果呢你要想让这个虾的颜色 更明亮一点 最后呢淋上一点香油 淋上一点这个花生油 就可以了 那么菜呢 做完了 我们准备装盘 在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这道菜的吃货过程 好 番茄虾 原料有 明虾 秋葵 大葱 姜蒜 调料有 番茄沙丝 料酒 生抽 白糖 盐 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做法 虾减去虾虚 虾馅 处理干净 热锅热油 炒香 姜蒜 倒入虾一起翻炒 加入料酒 生抽 盐 白糖 番茄沙丝和适量的清水调味 虾完全变色即可 秋葵事先汆烫成熟 围边 再倒入炒好的虾即可 健康小提示 虾的挑选 新鲜的虾 可有光泽 虾头和壳紧密附着虾体 坚硬 结实 没有剥落 虾肉组织紧实 有弹性 如果虾头和壳变红变黑 建议应避免购买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本节目由君摇胃动力 特别呈现 有了好的胃口 我们才能够品尝各种的美味佳肴 对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普及常识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来请教笑笑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虾的做法有多少种 我先不跟你说 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多少种的这个做法 你做过的虾 有做过多少种 就在家里 就除了白灼以外 那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开水锅下锅 然后呢 虾只要一变颜色 马上捞出 过冷水 没错没错 这是一种 咱这不算是一种了 好吧 继续说 笑笑小课堂 现在开课了 对 开课吧 然后我们待会儿 就准备拿着本子 拿着笔 仔细的来记 对 然后 先说清淡口味的吧 我有用做过这个 明虾蒸蛋羹 就是把明虾包好了以后 放到鸡蛋上 蒸成一个羹 蛋羹 那个很清爽 小朋友喜欢吃 对 然后淋上一些葱姜的 那个葱油汁 哎 真的很好吃 第二 第二 然后可以用油炸了 放撒上椒盐 但是其实油炸 我觉得就破坏了那种 本来的沙的鲜美 对 然后 还有就是那种金沙虾 就是蛋黄虾 其实我来说几种我们节目当中 之前做过的一些虾 就比如说 它可以做成麻辣口味 哦 里边现在特别流行 这个十三香的小龙虾 小龙虾 然后麻辣小龙虾 对 然后葱油小龙虾 反正就种口味就对了 干点小龙虾 对 我们把这种的做小龙虾的这种味道 全部都可以呢 附于这个虾 名虾 味道也OK对不对 我觉得问题绝对没有问题 是啊 新手菜自个儿去琢磨 然后呢 或者是呢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去吸收一下这个灵感 保存你也是一个厨房高手 那么今天谢谢这个笑笑 在他的这个小课堂当中 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知识 希望呢 有机会 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好呀 那么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